今天我们来煮个凉瓜黄豆排骨汤 首先凉瓜洗一下 然后切掉 滑了那些锅 然后切成小小块 备用就可以了 跟着我们有些骨 就拿去出水 煮一餐水 将它冷水都可以了 放下来先 好,不用理着先 让它在这儿煮一会儿 另外准备定的材料 有四五只蚝丝 然后有少少干瑶柱 这里就大概半碗黄豆 先洗一下它 把水倒出来 放在这儿 等一会儿就可以了 等一会儿就可以了 其他骨飞好水一起煮 OK 煮了一会儿 煮了几分钟就可以了 熄火 然后倒出来 原来洗了那些水 那些 黏在骨头上面那些邋遢 骨头上的邋遢 好,接着就准备一汤水 把材料放进去 放入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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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煲2個小時就可以了 然後涼瓜就不用現在這麼快放的 到最後大概40分鐘左右才放進去 煲就可以了 好現在不用理了 慢慢等它煲 好了現在還有45分鐘左右 就放涼瓜進去 然後繼續把它煲 一直煲到時間就可以了 好時間到時間 放了鹽就可以了 一鍋涼瓜黃豆排骨湯搞定 好了如果你是喜歡我今天做這個菜的 麻煩動一下你的手指 訂閱我的頻道 點讚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或者建議的 可以留言給我 我會盡量趁時間答覆你們的 多謝謝